嗨 大家好 早晨 早晨 今天吃完早餐 我們去午餐 今天去深水埗 深水埗今天有些任務 順便去蘇邨和維元周村看看 今天來到深水埗 現在要去我們母校看看 我們母校就是 在蘇邨海堂樓對面的 佛教大同中學 我在這裏認識 沒有人的 校服都不同了 是呀 校服不同了 差不多了 一樣 沒有呀 校服不同了 女生就我們以前V領的 是嗎 是 我們在這裏讀書讀了 都有七年 你們讀了七年 很多年 我就六年了 因為林伯 整過了很漂亮 是呀 現在這裏是這樣 以前這個大閘口 放學在這裏放 是不是 我想追求你的時候 我就放學 就站在那裏 讓你放學 在那裏我看不到 那裏 就那裏 就好像很驚喜 就是被你無意中撞到我 是不是這樣說 不過我就嚇死我 沒錯 整過了 這裏禮堂 很漂亮 這裏禮堂 這裏禮堂 這裏閘就不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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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閘就變了 海棠樓 當然是士多仔的 就在東古廷 買氣商 就是大概在這個裏 那下面是保安道球場 那經常都下去 那球場打球的 這裏閘就是小 ja 民眾群藝會有一個圖書館 應該是在那裏 不知道有沒有重建過 我想是裝修過 都是在那裏 這一帶 就是這一帶 這一島 就是我們儀式經常出賣的地方 這裏我記得就是宇蘭捷 那裏的球場是有一個 很大的神功氣的氣壇 很熱鬧 這個位置就是大門口 大門口 完全不動了 如果真的要我回應 真的不能回應 好了 屠夫人就累了 就不幫我走 因為他知道宿船 就是依山而見的話 就是都很花氣氣力 想當年這個位置進來 就兩邊樓梯上 接著就在中間那裏會合 就去了一個廣場 好像八峽酒樓那裏有一個廣場 現在這裏都是有一條樓梯上 現在我去找哪裏呢 找回我以前在這裏出生 和住的楓林樓 以前這個牌就擺在門口 好像 我住的時候沒有這個牌 這個牌沒有 現在搬了上這裏 從前這個位置就是很開揚的 很開揚的 就是沒有那麼多的鬧事 現在聽說那些人的新設計 就搞到去了廣場 很喜歡的 但是我自己喜歡都是沒有東西 因為廣場 被人在這裏玩呀 小孩子在這裏玩呀 看起來也舒服一點 你看到這裏是八峽樓 八峽樓 以前這裏有一間酒樓 叫八峽酒樓 沿著八峽酒樓 這個位置上呢 就是我住那裏的 金蟲樓都是有一些這樣的樓梯 這個就是以前的辦事處 我依稀記得了 依稀記得了 就用這個辦事處做這個座標 那辦事處再走上上面這個位呢 這裏就應該是楓林樓了 你看到這個楓林樓 那麼就這麼快去到卯丹樓 以前我就在卯丹樓 從卯丹幼稚園讀書 據說楓林樓現在是沒有重建的 沒有重建的 就是 就是 那裏做一個好像展覽館一樣的 我家中要找到楓林樓 現在變得文物經 可以去看看 我認得這個大堂 沒錯 我認得這些柱位 這裏怎樣的呢 就是從前呢 就是從這裏走上來 這裏走上來 兩邊樓梯上 接著這裏就是 我們的楓林樓的 電梯大堂堆出 這裏走進去已經是電梯了 很有感覺啊 就是會見到這裏的老友 那裏住了三十年 這裏就是電梯大堂 真是很 很懷念啊 真是 跟著這兩邊呢 看見到啊 還有一層保留著 這些就是一樓單位那些 那些騎樓仔 這些單位很小的 很小的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那下面呢 就有一些休憩的空間 這些空間 這些空間 那就是 年輕的時候呢 就是 一邊讀過書 這本書來 叫讀一下書 那還有呢 有一種叫 看更 互助委員會 那裏就坐在這些位置 那裏呢 就是 當席 因為那時子安 就麻麻地 那這裏就是 風林樓正門 大堂 那走過這邊 那其實我們是 確實在這裏生活過 這裏本來是一個單位這麼大的 但是他就沒有做一些 住宅單位 給那些居民在這裏休憩 這裏都真的留下不少活躍的地方 這些就是 就是我們真實在這裏活動過 這堂樓梯也是 這堂樓梯 我是在這裏 上落都無數次的 最喜歡在那些 下樓梯 上上落 沒有變 一樣是沒有變 跟著這裏轉上去 轉上去 就可以走到去 頂樓 那現在這裏 應該叫 密密勁 但是好像都沒有什麼看 聯草一片 我覺得就是 有點浪費 可以做好些 這些就是騎樓 這個就是騎樓 就是住的騎樓 整個單位的大小就是這麼大的 就這麼大的 好像是三人單位 整個單位 我都入過一次 這些單位 非常小的 那這個位 這個位 這個位 就是好像五樓 就是每隔五層 就是六層 就會有一個空位 就被住戶在這裏 坐啊 休息一下 本來是兩個單位 但是他就沒有做單位 又是被那些 居民在這裏休息 那時候的屋子這麼高 我記得就是在這個位 比如你在十幾樓 你可以看到海 很好風景 很好風景 好美 這邊 走過來 就是另一個單位 一個騎樓 又是單位 有三、四個單位 都不錯 但是就是 整得不太好 好像荒廢了 還有沒有什麼指示 有沒有什麼說明 真的好浪費 沒有心機做 浪費了 這裏就是風南樓 那這裏好像有一個展覽廳 有些人之類的 那就是從門深鎖 可以進去就算了 想進去看看 看看下次 看看有機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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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蟲啊 石竹啊 六樓啊 風林都是這個風格的 這些樓梯呢 真是想當年我真是 真實是在這裏 真的活動過 那 現在轉回來 這些位置就是 那些回憶都會回來了 小孩子的時候 很喜歡走這些橫梯 下街 覺得很特別 是不是更方便 我還記得這個位置 你一走出來 一走出來 在這個方向 看上去 就會見到我那個 單位的騎樓 四樓 這裡 所以就是 小孩子 所做過 建的東西 就現在在我那個腦 那裏 這些就是 風林樓 原本的 裝修 就是這樣 跟電梯大堂 一樣的 顏色的 石米批檔 這裏沒有變 這裏沒有變 我走到這裏 就會見到 那些大廈圍 就圍住了 那其實重建 我覺得 環境比起 我們那時候在我住 我覺得是差了一點 至少在彩光那裏 是差了一點 因為很暗 很暗 建築太高 形成到那個空間 那時的空間很窄 很窄 這裏就是 佛教大雄中學 就是我和 陶夫人讀書的地方 那天放學 就多數走這邊 那邊都有 那邊金松樓 但我喜歡走這邊多些 一路走上這裏 這裏是墊低大堂 這裏是沒有變的 它保留了 就拆了上面 就不重建 你看到這些就是騎樓 這些騎樓 就是當年那些騎樓 你還會看到 這些桶 是否可以插那些衣服 用狼衣竹 插一插 因為 縮村叫做半山區 依山而見 年輕無所謂 但年紀大了之後 是一種負擔 有緣再見 那這裏就是風林樓 這裏就是風林樓 我小時候在這裏出生 一直長大的地方 全面這個位置是沒有變的 好像很大的樹 好像砍了一些 這塊石 我很記得這塊石 這塊石 有時坦德爾 回家就不走樓梯 爬上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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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這些石 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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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去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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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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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就好像沒有東西搞,空置了 那這裏有什麼好搞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裏有什麼好搞 或者做一個showroom都ok 即是不需要荒廢 你既然他保留在這裏 那你一定有一個適當的用途是給他 即是再叫做發揮個功效 但現在就似乎是荒廢了 即是沒什麼用途 可以較好一點的 可以較好一點 你這麼多人在縮村住過 我這麼說 尤其是他重建之前 很多人都走了 好像我們這樣回來這裏 找回回回回憶 可以做好一點 你看到這個環境跟我們那時是完全兩回事 你看到 有一種壓迫感 六樓樓 壓迫感 荷花藍 金蟲 綠樓 在這邊 楓林 我們叫做三劍鴨 金蟲 楓林 六樓 很多名人在這裏住 你可以給一個指示 或者一些旅遊的指南 譬如說 許冠傑在那裏住 蔡楓華在那裏住 蔡楓華在那裏住 蔡楓華就住在我樓上 蔡楓華 蔡楓華 他是第一個在蘇村拿波子的 你知道嗎 我在樓下大堂都遇過幾次 王家駒兄弟在那裏住 蔡兆芬在那裏住 你告訴別人 今天來這裏看看也有興趣 對吧 除了剛才說那些所謂的明星 很多林家華 周吉 帶著網友提提我 有什麼人在蘇村住過 那以前蘇村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座的建築 都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樣子 最多都是有 譬如說 這個蜂林樓 這個綠樓 金蟲 是同一個建築形式之外 其他那些 都是有不同的設計 所以很容易認 但是現在我來到 我發現 現在那些所謂的建築 就是一式一養 全部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這樣 那就失去了蘇村的特色 陶夫人 不去是對的 因為是比以前更崎嶇 我告訴你 明知之舉 是明知之舉 我去完這次就不會再去了 因為是真是很辛苦 還有就是 沒有很多特色的了 現在我們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找我們那個老同學 這個老西城金舖 因為呢 就因為那個婚宴的 起宴的問題 那 就是 陶夫人的姐姐 就想買少許那些肉 啊 金器那樣各樣 那又下去看 就要光顧她呢 其實就不是因為她 是我自己的舊同學 而是這間金舖 老西城呢 她是比較老實一點 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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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大紅中學 那放學呢 那有一些 和我兒子就下來這裏吃東西了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有個斜樓 我們叫斜樓 那斜樓有什麽吃呢 斜樓呢 就這裏 這裏有一檔 粥粉麵 就是大排檔 我記得這裏 這裏吃炒麵和白粥 這裏 這裏 我們叫斜樓 那我曾經提過 我這裏 剪髮的 這樣 剪髮 打行戰 沒問題 那家光叫我幫幫手 那我幫幫手 那我幫幫手 開啊 那我們呢 那我呢 那我呢 我呢 就剪髮了 這裏剪髮 我們叫做打行戰 那現在見到 那現在沒有了 這些檔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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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樓呢 就變化不大了 都是這樣 那裏有很多這樣的攤檔 OK 那青山島呢 都很多回憶的 是嗎 是啊 我們放學啊 我們放學啊 上學啊都會走過這個位 我就會啦 我上學 我在蘇村 有時會在這裏吃東西 吃東西放學 走上走 走上走 那現在青山島呢 都是這麼密集 我覺得都沒有什麽特別大的改變 只不過就是有些菠萊大廈多了 有新的表情 是的 就是一般呢 如果我見到那個感覺呢 都是差不多 沒有什麽特別的變化 那麽很快啦 說這麽快就來到我們老同學的金舖 就老西姓金舖了 那麽桃人 那麽剛才我呢 自己上了去蘇村了 是 都幾厲害的 那你有一些啦 你住在平地 是啊 閻州村是平地 你住在閻州村 這樣說 那麽呢 閻州村都走過兩三次了 都不是已經認得了 其實這裏 現在這裏已經是閻州村 是啊 是啊 就是不同的 這樣就是玄州村啦 是不是 那麽那個格式也是一樣的 是 真的在熟了很多 是 就是一般那些叫做 現在公屋的格所以 這樣說 但是外貌完全不同了 不同了 那麽呢 都是一種叫壓迫感 是啊 就是好像我在蘇村這麼說 就是那種壓迫感很厲害 就是很緊張啊 這個人是不是 對呀 因為你這麼高啊 那完全都沒有什麼的了 沒有了方向感的了 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了 如果你告訴我 如果你問我 究竟我現在在 就是以前在這裡 就是生命的時候 是什麼位置呢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不同了 不同了 那袁洲村呢 就走出來這個長山島 就有些印象了 看到那個建築物 是 認得 我們以前在這裡 第一座哪裡呢 就是這個建築物的斜對面 就是第一座了 有些印象了 一開始這裡有 那走回這個方向呢 走回這個方向呢 就是這個西國龍中心 對呀 就是各村啊 在這個方向呢 在這個方向呢 現在一近 要走回這些大路才可以 就是如果你說呢 如果你說呢 在裡面呢 我真的 我真的分不了 分不了 分不了 看一看 這間餐呢 就是要去外部那裡吃了 陶太夫人那裡吃了 這些東西很棒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人來炒飯 人來炒飯 對呀 這隻呢 就是鮮雞 這隻 對呀 有些齋菜 對呀 好 這隻是家常便費 嗯 正 正啊 正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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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